哈喽大家好 因为现在已经八点了 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 大家都能听到声音吧 然后今天很高兴呢 有机会 然后借助IPR Daily的直播平台 联合科瑞维安 给大家做一期 我们海外商标争议案件的分享 然后在我们从业的过程中呢 会发现很多国内企业 在处理海外商标争议案件的时候 都会以国内商标法的思维 去类推海外商标争议案件 但在做的过程中呢 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都会与国内的商标法制度 有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今天呢 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 然后以国内商标制度的差异为视角 给大家做一期 海外商标争议案件的分享 然后今天呢 我们大概会讲一下这四个方面 首先呢 我们会大概的说一下商标 海外商标争议案件 包括意义无效这些程序 大概会分哪一种类型 然后第二个部分 在在先使用呢 我们会对比国内的在先申请 为注册原则 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先使用原则和在先申请注册原则 在适用法律案件的时候 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期间呢 我们也会讲两个正反方向的案例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海外案件比较多发的一个恶意申请抢注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会讲正反的两个案例 一个是我们基于恶意抢注来意义对方的商标 另外一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作为商标注册人 被第三方以恶意申请抢注来无效我们商标的一个案件 然后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海外商标争议案件里面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共存谈判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然后这是柯瑞维安DAS IP数据库里面 记载的 以中国当事人为一方的海外商标案件的一个数量统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意义案件的话 相比较无效和侵存诉诉案件的比例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作为被申请方 也就是这绿色的部分 其实它的 中国申请人作为被申请方的案件数量 基本上都是远远高于 中国当事人作为申请方的一个案件 比如说意义案件差不多的相差比例 都到了六七倍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差额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当事人在海外商标 在海外申请案件的过程中呢 可能就会遇到各种第三方来提交的意义 或者无效甚至是侵权诉讼的一个案例 然后刚刚我们也可以看到 意义案件呢 是在所有的争议案件程序里面 数量占比比较多的 而且意义案件和无效案件的过程中呢 也会有 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分享呢 主要也是以意义案件为主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意义程序呢 简要分为以下这四种类型 其中第一个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跟国内的意义申请制度比较类似 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速达的程序 那第二种呢 它在跟国内相比较而言 它在速达的基础之上呢 可能在多了一个听证的环节 就类似于国内专利的一个口审的一个环节 那这个听证呢 其实也不是必须会发生的 一般也都是依职权 或者以申请人一方任意申请 才会开展的一个听证 那第三种类型 在听证的基础之上呢 它是把证据环节单拎出来 然后所有的意义方 或者被意义方 再提交所有的证据材料 都需要与宣誓书的形式来提交 那最后一种程序呢 是更为复杂的一个 类似于法院诉讼的程序了 这些程序我们在后面呢 也会再详细再说明一下 然后这张图表呢 也是科瑞维埃数据库里面 2019年中国商标申请人 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申请量 大家可以看到 在左半部分的简单速达程序 跟速达加听证 加证据这个程序的案件量呢 相对来说分布是比较平均的 比如说在日本台湾 韩国印尼地区相对来说 申请量是比较高的 那在英美法系的国家 包括英国 中国香港 印度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相对来说 中国的申请量也是比较高的 那在右半部分 这部分程序里面呢 欧盟和美国的申请量 就是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了 特别是像大家看到 美国的申请量 都基本上接近7万了 欧盟也是到了一个 破万的一个程度 所以就是了解这些国家 可能比如说欧盟啊 美国这些国家的 异议程序 也就是我们在 涉外商标申请中 需要重点了解的 一个国家制度 包括这也是 柯瑞维案 DAT IP数据库里面 以中国申请人为一方的 欧盟异议案件 和欧盟无效案件 因为异议案件 欧盟大家也知道 欧盟是没有实审的 所以在欧盟地区呢 异议和无效 相对来说 异议案件和无效案件 就会比较多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18年19年 基本上都是 上签的案件数量 而且无效和异议案件 基本上也都是一个 逐年递增的一个趋势 然后这是中国申请人 在美国的异议无效 和诉讼案件的一个数量统计 虽然大家可以看 这个数量虽然没有欧盟那么多 但是大家可以看 15年到17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异议无效案件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都没有破百 但是在18年到19年 异议和无效案件 也都是一个激增的一个趋势 比如甚至18年19年 它的涨幅都差不多在 40%到50%的一个增幅了 那我们回到 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分类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简单的异议程序分类 虽然我们刚刚也提到 就是这种简单的异议程序分类 可能跟国内的制度比较接近 但是我们在做案子的过程中 发现即使这种情况 跟国内比较类似 但是还是有很多细节上的 细微的地方 还是会和国内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在国内的话 它不答辩的话 基本上异议案件 还是会继续审理的 那在泰国和沙特的话 不答辩 官方就不再继续审理了 就直接异议就顺诉了 那比如说在国内 你去交一个异议案件 然后被异议人 如果是需要你去 就是需要你去 无效调对方的商标的话 你是需要去单独 再提起一个撤三程序的 但在土耳其 你就可以在异议程序里面 直接要求异议申请人 提交使用证据 而不用再单独再去提起 一个撤三或者撤五 这样一个程序了 那如果对方 异议申请人 无法提交这个使用证据的话 那基于这件在线商标的 混淆污论条款 官方就不再审理了 那包括异议的时间 可能跟国内个别国家 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国家和地区 是注册后 再去发动异议的 那像有一些 特别是南美的国家 它大部分都是 先公告后时审的国家 那在这些国家呢 可能商标监测 就会显得更为重要了 那在第二种程序里面 刚刚也说到 它其实相对于国内来说 它就多了一个听证的程序 那这个听证 其实也不是必须的 那在这部分的国家里面呢 首先大部分国家 也都是不答辩 跟国内一样不答辩 还是会继续审理的 但在柬埔寨的话 它是不答辩 官方也就不再继续审理了 然后包括它比较特别的是 欧盟和阿根廷 它都有一个冷却期的制度 也就是说 比如说欧盟 它最长冷却期 可以达到24个月 然后阿根廷也是 冷却期一般是三个月 这样官方呢 会给双方一个充分的时间 来去协商 去怎么去解决这个意义 那在这些国家里面呢 大部分也都是没有判赔的 就是圣苏方 一般是不需要支付 败宿方是不需要支付 圣苏方那个费用的 但在欧盟呢 如果是败宿方的话 是需要支付圣苏方官费 或者是限额的 一定的代理费的 那在第三种程序里面呢 大家可能也会经常碰到 因为它是英美法系国家里面 一个特别常见 包括可能中国 国内申请人都 跟国内差异比较大的 一个制度类型 那在这种制度类型里面呢 其实贡献特征 也是非常强的 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呢 一般来说 它不答辩 就不再继续审理了 而且证据呢 基本上都是以 宣誓书的形式提交 而这个宣誓书呢 一般情况下 都是需要进行公证的 而且口头定证之前呢 一般再会进行书面审理 那加拿大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加拿大是先书面陈述 然后再提交口头 再进行口头听证的 包括刚刚也提到 欧盟有冷却期制度 那在这些国家里面呢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 也都会有冷却期制度 只不过各个国家 可能在冷却期的申请时间上 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那在这些国家的程序里面呢 大部分也都是 有判赔制度的 但是加拿大是一个例外 因为加拿大在 一亿程序里面 虽然它也基本上 遵从这样的一个程序规则 但是加拿大 基本上是没有判赔的 而且这种跟国内 不太一样的是 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服的话 一般就直接起诉到法院了 没有另外一个 行政的一个重审机构 那最后一种案件类型呢 是比较复杂的 法院诉讼程序 然后我们这里呢 标了一个 类法院诉讼程序 为什么说 就是这种程序 是一种类法院诉讼程序呢 首先我们看伊朗和南非 其实伊朗和南非呢 它其实有一个行政前置 也就是说你去交易议之前 你还是需要向行政机关 去交易议的 只不过在被 被议议人答辩之后 整个议议案件就在挪到 法院机构来审理了 那菲律宾和南 和美国呢 它虽然 整个议议程序都是由 行政机构来审理的 但是呢 它的整个程序的走向 都是跟诉讼程序的流程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把它 就是分类为 法院诉讼程序 那刚刚也提到 其实美国的 议议和无效案件 刚刚就是中国申请人 遇到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 那左边这一张流程图呢 也是向大家展示了 美国议议程序的 一个主要的流程 首先呢 就是速达阶段 而且一般是 如果被议议人 没有提交 议议答辩的话 整个申请就视为放弃了 然后在速达阶段之后 会再进入证据披露环节 在这个证据披露环节呢 是双方依据各自的要求 要求对方来提供证据材料 或者回答我相关的问题 那就这一阶段结束之后呢 双方会再结合证据披露 所收集到的资料 然后再整合 哪些是对我方有利的 再向官方提交审前证据 审前证据提交完了之后 然后再进行书面陈述 或者是口头听证 然后最后再是下发决定 我们后面呢 也会说到一个美国的 输送案件 然后跟这个流程也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可以把 意义程序简单地 划分为这四种类型 但是可能在各个国家 在具体操作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 细节上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把握这些国家的 意义流程也好 无效流程也好呢 其实是可以给我们程序 有一个预判 我们知道走完这个阶段之后 下一个阶段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 包括像这两种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意义程序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意义程序 做一个程序战 因为我们经常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穷尽这些意义程序里面的每一个阶段 很有可能我们就可以通过拖延时间 或者是增加对方的答复成本 然后来实现我们最后一个达到案件和解 或者是迫使对方退出程序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在 分一案件在处理的时候了解各个国家的一个程序 程序上的一个分类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在线使用的问题 因为国内呢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喜欢去占坑 因为是在线申请注册原则 谁先申请 谁就有在线的优先权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是来自科瑞维安DAS IP数据库里面 所有以在线使用为案由的一个数据量的统计 大部分呢 也比如说在意义无效侵权之诉的案件里面呢 也都是有很多的案件 它的诉由 就是它的那个权力主张 都是基于在线使用 然后这个 这张图呢 是一个地区的分布图 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都是集中在美国这个区域 因为美国是典型的 以在线使用为原则的国家 那我们可以以这个数据 以这个现状图 我们来看一下 在线使用原则和在线申请原则 在判断一个权力基础的先后的时候 可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里面 A的使用日是早于B的使用日的 但是B的申请日是早于A的申请 稍等 是早于A的申请日的 那在国内 因为是以在线申请为原则的国家 那么很显然 如果我们不看那么多复杂的案情的话 那B的申请日是优于A的申请日的 那比如说在国内 以在线申请为原则的国家 那B是享有更早的优先权的 那如果是以在线使用为原则的国家呢 那其实就是看在线使用 因为A的使用日呢 是早于B的使用日的 所以在以在线使用为原则的国家呢 A可能是这个商标的一个更早的优先权 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在线使用原则和在线申请原则 在个案中判断 它的商标权属优先的时候 一个不一样的关系 那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呢 这时候出来一个C这个主体 那C呢 其实它并没有有任何的使用 也就是说它的使用日晚于A也晚于B 但是它的申请日呢 是早于A也早于B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以在线申请为原则的国家 比如说在国内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C是这个商标的最早的权利主体 那A B都是在它后面的 那如果是以在线使用为原则的国家呢 大家觉得 C的权利是早于A或者是早于B的吗 那其实以在线使用为原则的国家呢 C也是这个权利的最早使用主体 也是这个商标的最早主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能就会问 那C没有使用啊 对吧 那为什么C这个C作为 还是可以作为这个商标的 一个在线的主体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以在线使用为原则的国家 你申请注册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因为以在线使用为原则的国家 它在引入一个申请注册为原则的 申请注册制度之后 它需要与它之前的在线使用原则 做一个协调 那它是怎么协调的呢 它就是把一个商标的申请日 作为一个法律上的理智的使用日 也就是说我在当国申请注册那个商标 我的申请日 就视为我在当国的一个最早使用日期 除非我申请日之前还有更早的使用啊 如果我申请日之前没有更早的使用的话 那我这个申请日 就可以作为一个法律上理智的使用日 这样就可以来对抗 这个申请日之后任何的申请或者使用了 我们刚说这个模型图呢 是相对来说一个特别简化的模型图啊 但是会在个案中呢 因为有商标标识的不一样 包括商品使用的不一样 甚至有些国家因为商标 因为那个商标使用的地域不一样 它的在线使用或者是权属关系 都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把这个模型尽量地做了一个简化 那在线使用为原则的国家 除了它可以在法律上创制一个 拟制的使用日之外呢 我们还说它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确定的 可以预测的权力范围 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 接下来看这个加拿大的一个 基于在线使用的意义答辩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中国企业在加拿大申请的一件 包含Vision的一件商标 前面是它的一个主标 那它在加拿大申请注册的时候呢 就遭遇到了一个加拿大的 美国的公司基于它在加拿大 在先使用的一个Vision商标 提出异议 它说我们这件商标 跟它在先使用的Vision商标 构成近似 那这个案件在判断商标 是否构成混淆误认之前 那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 它所声称的一个在先使用的Vision商标 是否能够成立一个在先使用的商标权 它的那个普通法意义上的一个权力 是否能占得住脚 那在我们判断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加拿大商标法里面 关于使用的定义 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截取的加拿大商标法里面 第四条关于商标使用的一个定义 那这一条里面它说 如果是你是goose的话 就如果你是商品的话 你是需要有所有权 或者是占有权发生一个转移 那如果是包装的话 相应的你的包装也是需要 对应的产品也是需要发生所有权或者占有权的转移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service 如果你是一个服务商标的话 因为服务都是一个无形的嘛 所以你的服务商标的话 只要是你在服务中使用 或者是展示在服务的提供过程中 宣传广告中的话 那都可以视为服务商标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就按着这个定义 我们会来再去审视一下对方的使用证据 而我们会 对方大概交了二三十页的使用证据 那在这个使用证据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需要查看 他所提交的使用证据的时间 是不是在早于我们的商标申请日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 在在先使用为原则的国家 如果我们没有在加拿大有在先使用的话 我们跟对方的权利判断的基准 就是我们的商标申请日期 所以我们就需要判断对方的使用材料 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 哪些材料是早于我们商标申请日的 我们只需要看这一部分 早于我们商标申请日的材料就可以了 那找出这些材料之后呢 我们会再看他所使用的产品 是不是跟我们的产品构成相同或者类似 那我们也看到 他其实大部分提供的产品呢 都是提供的证据呢 都是应用在吞气机这样一个产品上的 那跟我们12类的载人工具 空中载人工具 基本上都是构成类似商品了 那这一点也没有问题 那就到了最关键的第三点 我们可以看到 他所有早于商标申请日所提供的证据呢 他提供了一些订购单 但是呢 他的订购单上所显示的商标 并不是他所声称的一个单独的Vision商标 而是带了他自己的一个主标 再加Vision的标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他是基于在线使用 为基础提出的一个意义 那他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得 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得看 他证据材料上显示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标识 那既然他提供的是主标加Vision这样一个标识 那他就没办法基于这些证据材料 来创设他在Vision上面的一个 在线使用的一个权利 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到 他其实提供的是一个订购单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提供一个订购单 一个旅行的证据材料 包括他的喷漆机有没有交付啊什么的 他这些证据材料都没有提供 然后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加拿大他对于使用的定义 他是需要发生所有权或者占有权的转移的 那他如果只提供订购单 而没有提供一些交付的证据材料的话 那他其实他并没有完成 加拿大商标法意义上的一个use概念 然后呢 另外呢他也提供了一些部分的广告业的证据 大家比如说这一张证据 就是他提供的一些广告的材料 那这张证据里面呢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 他提供了单独的Vision的商标 但是呢刚刚我们也说到 如果是商品商标的话 只是提供广告业 其实也并没有办法 并没有办法证明 你是有发生实际上的交易的 那这种部分广告业Vision上的使用证据 也是没有办法建立普通法意义上的一个Vision商标的使用权的 那在这个案子 我们通过制证 我们就会发现 虽然意义人是基于加拿大的Vision商标在线使用 提出意义主张 但是通过对他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 我们会发现他所有的证据都没办法去支撑他在加拿大 有Vision 然后在我们商标申请日之前有实际使用 所以我们会看到虽然在在先使用原则的国家 跟国内制度不太一样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分析过程 可能大家也就特别熟悉 因为就很跟国内的撤销复审 或者是撤销复审诉讼案件的一个制证程序是非常类似的 你也是需要从证据材料里面 扒拉出对方的时间 使用主体 使用的商标 使用的服务 然后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制证 来说明他对方的在先使用能不能站得住脚 这是我们加拿大的一个案例 然后这个案例呢 也是关于在先使用的案例 但这个案例呢 是在美国的一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跟刚刚那个案例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刚刚那个加拿大的案例 我们是作为被申请方 但这个案件呢 虽然我们也是作为被申请方 但是我们是利用在先使用原则 做了一个防御 甚至是反击的一个措施 然后这个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案件是国内的一个商标权利人 在2017年的时候 发现了他的eBay或者AliExpress 这些账号都被冻结了 然后客户就很奇怪 而且他还陆续收到他的经销商的反馈 说他们经销商的店铺的一些 PayPal账号也都被冻结了 然后这个权利主体呢 经查看他的邮箱呢 才发现 他的邮箱上呢 就有收到起诉状传票 还有临时限制令的核准通知 这一系列文件 然后呢 这个起诉状的文件上呢 写的起诉人是深圳前海的一个公司 然后被告呢 是包括这家国内权利主体在内 一共88家店铺和主体 那客户可能就更奇怪了 因为我们客户是在国内的真正商标权利人 然后他在国内的权利也一直都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在美国呢 也卖了一些年 但是呢 发现有一家国内的公司 深圳的公司 居然就是跑到美国去起诉他 也不在国内搞事情 但是专门挑在了美国这样一个地方 而客户就很郁闷 也不知道如何去做 那随后呢 我们就开始对这家 原告这家深圳的前海公司 包括原告所基于的权利基础 权利基础是他在美国申请的第八类 和第十一类的注册商标 我们进行了一番调查 我们调查之后发现呢 这件商标是2016年一个个人申请注册的 而这个个人呢 我们也查到就是深圳前海一个公司的法律代表人 然后他在17年转让给这家前海公司之后呢 不到短短的四五个月的时间 他就发起了这场诉讼 然后我们也看了他这件美国注册商标 在申请注册的时候所提交的使用证据 从肉眼上来看呢 其实也很难看出有PS的痕迹 那我们溯源再查了一下这个个人的相关信息 包括我们查了他名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公司 包括我们也查到了他的微博信息什么的 然后就发现这个个人呢 其实在湖南有注册很多家公司 其中呢包括一家跨境的物流公司 还有一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然后看到这个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们一样啊 就是当时就脑补了很多 跟代理机构抢注商标相关的案例 因为像在国内代理机构 其实是相比较普通的企业来说 对商标的申请注册的敏感度 或者是他的那个意识 相对来说比一般的人来更强一些的 而且国内也不乏很多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去抢注商标 然后根据这个抢注商标来 抹取不正当利益的故事啊 所以当时我们查到 他可能有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背景的时候 我们可能想应该是遇到一个对手了 因为就是我们的同行 那好的地方是在于呢 因为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他去申请注册商标的话 他可能并没有在美国有实际使用的行为 而在美国因为是一个 对使用特别看重的国家 不管你是申请联邦注册 还是你是基于在线使用的普通法上的权利 都是需要在美国有真实的使用意图 或者是真的有使用的 那他可能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一个 代理人或者是律师 他可能并没有一个经济实力来 去美国生产啊 销售啊 这件商标 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口 我们再来看 回过头来看一下他 基于他的这两个权利来起诉我们 一个是他的联邦注册 那我们就会看他联邦注册是不是稳定 因为我们大家如果熟悉美国商标申请制度的 熟悉美国商标申请制度的同学呢 我们都会知道联邦申请注册呢 都是需要在美国有真实的使用意图 或者是有真实的使用的 那如果我们可以想办法证明 或者是对方没有办法去证明 他在美国有使用意图 或者是他在美国有真实的使用的话 那他这个联邦注册就可以被基于虚假 虚假声明这样一个理由 或者是他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 这样一个理由来无效调 而且这个无效呢是自使无效 那另外一个他基于 普通法上的在先使用来提起侵权诉讼呢 我们还除了这个联邦注册以外 我们还需要再审视一下他的使用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在2011年1月23号 在美国有使用的话 那很显然他这个注册商标也是能够维持的 但如果他在2011年并没有在美国在先使用的话 那我们就像刚刚一样就得比较一下 我们是我们的最早使用早 还是他的最早使用早 所以这个案子其实就是有两个争议焦点 一个是他美国的注册商标是不是有效的 权利是不是稳定的 那第二个就是在没有联邦注册的情况下 谁的使用是一个更为在先的一个权利基础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诉讼案件本身 在我们进行了一番市场调查之后 我们第一个面临的期限就是2017年10月10号的 一个临时禁令的听证会 然后当时其实刚刚也提到 我们客户首先他是收到了临时限制令 这个临时限制令就可以冻结我们客户 包括其他被告的PayPal账号 然后期限是14天 因为这个14天很快就要结束了 所以随后原告也紧接着去申请了一个临时禁令 那临时限制令和临时禁令它的区别 除了时间长短不一样以外 因为这个是14天 临时禁令的话 它是直到这个案件结束的 除了这个时间上的区别以外呢 它临时禁令它核准的要求底 临时限制令核准的要求要高很多 它必须是在原告具有绝对优势的地位的情况下 法官才会核准这个临时禁令 而刚刚我们也提到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证明 它临时禁令不被核准的话 我们就需要对方来想办法来提供使用证据 来支撑它在美国有在线使用 那如果对方不能够提供使用证据 来证明它有在线使用的话 那它这个临时禁令应该是不能被核准的 那我们怎么才能在临时禁令听证这个环节 尽早的看到对方的证据材料呢 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 美国的一个意义和诉讼案件的流程 正常的证据披露环节 就是看到对方证据材料呢 是需要在意义答辨 需要在答辨之后 我们才双方才能看到双方证据材料 但是因为这个案件 对方在美国到底有没有使用 对临时禁令能否被核准起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策略 就是我们在线阶段 我们就要去提交一个提前证据披露的动议 然后让官方核准我们这个动议 核准之后呢 对方被迫是需要提前来提供证据材料给我们来看的 那在这个因为美国诉讼程序呢 是典型的一个当事人主义 在整个诉讼的流程中呢 双方当事人是可以 去采取各种各样的动议来实现各自的目的的 那在我们提交这个动议之前呢 我们已经草拟完毕之后 是需要提前发给对方来看的 我们在发给对方看的时候呢 对方突然就有点可能有点慌了 因为他可能本来预想 他的预想是我诉完这88个被告 然后这88个中国被告呢 也没有及时收到文件 或者没有及时答辩 那他可以就或者是和解啊 或者是直接冻结他们PayPal账号作为一个赔偿金 来实现他们摸取不当的意义的一个途径 但是他在我们收到提 在他们收到我们提前这句披露动议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可能的目的没办法 原来的目的没办法实现了 而且一旦他真的是说 涉及到恶意抢注啊什么的 然后整个案件败诉的话 整个原告律师都面临着烂诉的一个风险 所以呢 在这个阶段 他就跟我们协商说 你能不能把提前证据披露动议撤回 就是我们不提交 那他给我们的对价呢 就是他可以撤回对所有被告的临时经历申请 包括呢 他也可以撤回对其他87家被告的诉讼请求 其实不止八 可能没有87家那么多啊 因为当时他已经有跟十几家已经达成和解了 已经获取了一定的那个费用判赔了 所以那我们说到他对方这个条件之后呢 我们也是觉得那也OK 你既然不申请临时经历的话 我们也不会再花费额外的时间去参加这个听证会了 那我们可以把不提交这个提前证据披露动议 那你呢也不用再申请临时禁令呢 那这个环节呢 基本上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策略方案 然后来实现我们的一个目的的 那临时披露会议之后呢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期限就是17年10月23号 我们要提交一个应诉答辩 因为刚刚也提到像美国这种应诉案件 如果你不去应诉的话 基本上都是直接缺席判的 那我们是需要及时去提交答辩理由的 包括我们在答辩的时候 否认了原告的商标权利 以及据此提出的所有诉讼主张 包括我们也除了答辩之外 我们还提了一个反诉主张 因为我们是说对方商标并没有投入实际使用 那他的联邦注册应该是自使无效的 而且对方因为没有使用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去建立美国普通法医上的一个商标权 包括他有虚假声明啊 不正当计真啊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在应诉和反诉阶段 所提交的答辩理由和反诉主张 那在这一阶段呢 其实打到这呢 我们刚刚也说到 对方其实已经撤回了临时禁令申请 包括撤回了对其他被告的诉讼 那我们其实心里在想 对方是不是真的在美国没有使用 我们可能会有一定胜诉的希望 但这个时候呢 对方律师呢 也是跟我们客户的经销商透露啊 他说他们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 就是原告在2014年的时候 在美国是有使用的 而且也给了我们客户经销商 看他美国的一个使用证据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也是很慌的 因为我们客户这边呢 虽然他在美国有使用 但是他搜集证据上 也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 因为他基本上所有的证据材料 都是掌握在经销商手里 他是需要在答辩理由 答辩验的时候 在和一证据披露之前 这个期间内尽可能的 更多的去跟经销商去沟通 协商把他们的证据材料 搜集过来为我们所用 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我们虽然心里是可能觉得 他们是在美国没有在线使用的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证据主张来支持 我们的使用是导于对方的使用的 那就到了最后一个证据披露 这样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所有的美国意义程序也好 诉讼程序也好 证据披露阶段都是耗时最长 也是花费最多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这个案子呢 基本上也是经历了一轮的证据披露 首先证据披露呢 它会开一个简单的初步证据披露会议 然后了解一下对方的和解可能性 然后再会再出示初步披露文件 然后我们在披露文件里面呢 我们说我们会提交 我们上面要创意来源历史发展 这些经销商啊 这些使用的信息 然后对方呢 也会给我们发他的初步披露文件 但是在我们收到对方的披露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对方并没有说 他要披露他经销商的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就合理的推测 对方在美国可能并没有经销商 这样一个销售商来行为 销售他的商品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方可能他使用这个商标的量 包括他使用的时间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有限了 在这一步之后 然后我们提交了第一轮的披露要求和咨询要求 我们发给对方之后呢 两天其实也很快 我们也收到对方要求我们的披露要求和咨询要求 在收到对方的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也发现 对方其实基本上都是copy我们的文件的 包括对方的文件里面也出现了很多错漏 包括序号不连贯啊 然后商标书写错误啊等等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就说到觉得这个律师可能不是特别负责任 或者是说他是不是已经放弃抵抗了 那在30天之后呢 因为披露要求和咨询要求是需要在30天内提交答复的 然后在30天之内呢 我们也收到了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 其中大概也就20来页吧 其中包括一些产品包装 国内印刷费什么的 其实这些都不算美国的使用证据 然后他还提供了eBay的一个单笔的订单 但这个订单呢 是2014年9月份的一个订单 而且这个订单呢 只有一笔 而且在这个订单上呢 没有任何没有显示任何的店铺信息 产品信息或者是产品链接 这些都没有 所以我们也合理的去推测 这个单笔订单可能就是一个自制证据 那我们刚刚说到对方这笔订单 它的使用时间是2014年的9月 那在我们客户的能找到的最早的使用时间呢 它是2014年7月 而且自2014年7月之后 我们客户其实在美国是有陆续的 连续的一个长期的使用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打到这儿呢 大家一对比双方的证据材料 就会发现我们的证据 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数据的量上 都是优于对方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可能心里想着 他其实可能心里也是想赌一赌啊 看我们真的是不是 像我们在反速状里面深称的 我们是在美国有在前使用的 他也是等到这一阶段发现 哦 原来你真的是有在前使用 他可能才泄了气 觉得这个案子可能胜速把握 他那边就不是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一周左右不到的时间 他就开始来找我们和解了 所以这个案子从最开始收到起诉状 然后到最后 差不多也是历经了十年 十个月的时间 最后呢也是通过和解 就是转让商标的方式 来结束了这场 美国的一个侵权诉讼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对方的权力基础 所以我们说 在以在先使用为原则的美国 我们去申请注册联邦注册的话 一定要去看我们的联邦注册 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是否稳定呢 就像刚刚说的 申请人必须是在美国 有真实的使用意图 或者是在美国有真实的使用 你的联邦注册才能是稳定的 那美国普通法意义上的 在先使用呢 跟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一些 细微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因为美国是一个 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它对于在先使用呢 它更强调一个在先使用的范围 尤其是之前网络不是很发达的一个关系 它之前判离法上所确立的原则呢 就有一个remote原则 就是比如说 一方在美国东部有在先使用 另一方在美国西部有使用的话 其实双方美国东部和美国西部的使用 是remote 就是互不干扰的 那如果中间那一部分的话 就是先到先得 谁先在其他地方有使用 谁就会有这个地域的一个在先的使用 那知名度或者是自然拓展区就例外了 那在有联邦注册的情况下 即使你可能只在美国东部有使用 那你其实整个联邦范围呢 整个联邦范围呢 你都是享有保护 享有商标的注册保护的 如果在你的联邦申请日之后的使用的话 如果你是可以证明在某个地区 会产生混淆误刃可能性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区再去通过侵权诉讼 来阻止对方的一个使用的情况 那如果在你的联邦申请日之前 对方有在先使用的话 对方是可以在原来的继续范围内继续使用的 然后双方呢可以 比如说经过一个concurrent use 这种一种程序 来划分双方在美国的一个地域使用范围 这就是美国在普通法意义上的在先使用 它确立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原则 所以说虽然在海外商标争议案件里面 很多国家都是在先使用为原则 但是我们去了解各个国家的在先使用原则 在处理争议案件之前 我们需要明确各个国家的一个在先使用原则 包括比如说是以在先申请为原则的国家 我们也需要具体的去看 这个国家它会不会保护在先使用 因为其实国内的话 它其实也是保护在先使用的 但是它保护在先使用的话 是需要有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条件 那在其他国家虽然可能跟国内一样 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去关注 它保护在先使用的一个标准在哪里 包括如果你是一个在先使用为原则的国家 我们也需要去关注 它的这个使用的界定是怎么样的 它有没有使用量的要求 有没有使用地域的要求 这是需要我们在各个国家处理个案的时候 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包括即使是在先使用原则的国家 我们也是需要去及时布局申请注册的 具体的原因 就像我们刚刚案例所分析说到的 它可以建立一个法律上凝制的使用日 包括建立一个确定稳定可预测的权力范围 或者说来降低刚刚说到 我们科美案件的一个恶意抢注 然后降低我们的倍速风险 那在查询的时候呢 比如说以在先使用为原则的国家 特别是刚刚我们看到 那个科瑞维安大使IP数据库里面 像美国是很多这种在先使用为基础提起意义 无效或者是侵权的案例 那在这些国家呢 我们要更留意的去做一个在先使用 科目罗的查询 看除了注册库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市场上的在先使用的行为 那如果真的是在商标 海外商标申请注册过程中 遇到了在先使用的主张呢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 其实也不用过分的慌张 就类似于国内的撤销答辩这种程序 你也可以通过对对方的 这些进行执政的这种方式 来看对方的在先使用主张 到底能不能成立 那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刚刚也说到科美案件 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恶意抢注案件 而这个恶意抢注案件呢 它还把这个恶意抢注 作为一个权力基础来提一个侵权 这种就比较少见了 那刚刚我们那个案件 我们之所以没用恶意抢注 我们也用了恶意抢注啊 但是我们是一个特别辅助的一个例 我们其实主要的是说在先使用 打的是在先使用 但我们为什么那个案件不主打恶意抢注呢 是因为在美国 它对于恶意抢注 那个恶意的标准 相对来说审查是比较严的 所以在那个案子里面 如果我们客户在美国 或者在中国 或者在其他世界范围内 没有一个特别迟名的 一个证据环境的话 是很难去打恶意抢注的 所以刚刚我们科美的案件 主要打的就是一个在先使用 那在我们恶意申请抢注里面呢 各个国家其实 它对恶意申请的一个认定 它是会有宽延 会有不一样的 包括它用的条款 在各个国家里面 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 这就是恶意申请注册 比较高发的一些国家 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亚洲国家 或者是南美一些国家 然后这是大次IP 数据库里面 所提到的 以恶意注册为理由的一些 数据量的分布 大家可以看 它分布的话 就比刚刚那个案件分布 平均很多 而且它的那个按键数量 也是比在先使用的 按键数量要多很多的 然后这是我们 搜集到的 整理的一些 各个国家 在恶意申请注册使用 恶意申请注册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一些法条依据 包括国类 可能比较多的是 用第四条 第七条 十五条 四十四条 一款 那像在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和欧盟的话 它其实是有明确的 恶意申请注册条款的 包括中国 台湾跟国内十五条 比较类似 它都有关于契约 或者往来业务关系 来申请注册商标 但是它比较 国内商标法 第十五条 它还会多一个地缘的关系 包括在柬埔寨 它虽然没有这些条款 但是它会有一个 商标所有人 并不是该商标的 真正权利人 这一个条款 然后像在墨西哥 和一些大部分南美的国家 它会说 它是对商业来源 产生欺骗和误导 来去抵制恶意抢注的 还有 职尼商标 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那像美国 就像刚刚科美 那个案子一样 我们也是通过说 对方在美国 没有真实使用意图 或投入实际使用 来去遏制 这个恶意申请注册的 那刚刚说到 土耳其商标法里面 其实是有明确的 禁止恶意申请注册的 商标应该予以驳回 那在土耳其审查 商标指南里面呢 也会列举一些 具体的情形 说这种情形 它可能就会涉及到 恶意抢注的 那我们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呢 遇到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申请注册 他人在其他国家 以长期使用的商标标识 长期使用的服务上 然后对事实明知这一条 我们会更多的 去用这一个条款 来做意义案件 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案子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 恶意来提交的一个 土耳其的意义案件 然后其实用的就是 主要就是这一款 那我们在 我们在整理使用证据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紧扣 这个一个条款 包括说我们在其他国家 有长期使用 或者是 我们的申请注册的商品和服务呢 也是跟对方 Z37类和Z39类的服务 是构成相同 或者是类似商品的 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证明 这个申请人 土耳其个人 对我们的商标是明知的 但是我们可以间接的 通过我们在全球的 申请注册量 包括其他的一些知名证据 甚至我们可以对标识 做一个分析 比如说这个标识 它就是一个 拼音构成的商标 这个标识是我们 企业的一个字号 那再从各种角度呢 来说明申请人 可能是对我们前述事 是有明知的 那在这个案件中呢 申请人呢 官方也是决定 申请人没有按照 公平贸易形式 以或许不公平的好处 所以这件商标 为恶意申请 然后在我们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呢 会发现土耳其 其实对于恶意申请注册的 那个恶意判断标准 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 只要你在原属国 有申请注册 或者是你在其他国家 真的是有很多的 申请注册或者使用 能够证明 你就是这个商标的 真正权利人的话 那在土耳其 打这种恶意的意义案件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这个案件呢 是我们在相反的啊 我们是欧盟 已经申请注册了一件商标 然后我们欧盟的商标呢 被对方基于恶意申请 来提我们的无效宣告 他主要提了两项理由啊 一项理由呢 是说与他的这件在线商标 构成 与他这件在线商标 构成近似 容易造成混淆性误润 然后第二个无效理由呢 就是恶意申请注册 那在刚刚也提到 欧盟呢 他其实是可以说 他这个商标 如果没有注册满五年 因为欧盟是撤物的制度 如果他这个商标 在欧盟没有 没有近五年来 没有使用的话 官方是不需要 再审这个混淆误润条款的 因此我们的答辩方案呢 首先跟针对这一条 我们就要求无效申请人 来提交五年内的使用证据 那他因为没有提交 他五年内的使用证据 因为他只提交了 在土耳其当地的使用证据 所以欧盟官方判定呢 该条款的无效申请 不予支持 然后我们就 这条混淆误润条款 不再审理之后呢 还得审这个 恶意申请的条款 因为恶意申请注册呢 是需要无效申请人 来承担举证责任的 但是我们呢 为了更好地去做 这个无效答辩方案呢 我们也是提交了 一个证人声明 在证人声明里面呢 我们以宣示的形式 来解释了我们商标创意来源 包括说明了 在其他国家的使用情况 强调我们这个商标申请 是基于善意的 那在这个案件里面呢 最后官方也是说 申请无效申请人 并没有尽到 举证的一个义务 证明我们存在 不诚实的行为 所以他基于 恶意申请注册 这项无效理由 最后也是被驳回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案件里面 看一下欧盟知识产权局 对于恶意申请注册的定义 他在这个案件里面说到 如果你只主张 我们的商标是 复制他人的商标 引证商标 这一点是不足以证明恶意的 它是需要明确地有显示 申请人存在不诚实的主观意图 而且这个主观意图 可以通过一些客观的行为来呈现 然后包括这些客观的行为呢 他也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所要经济利益 或者恶意搭便车 或者有生意晚的关系 包括或者恶意的意图来拖延 注册后五年的使用要求 比如重新交申请啊 或者是在欧盟其他国家交申请啊 这些行为都可能会被 作为恶意的一个可量因素 所以从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也可以相对来说 可以看到欧盟知识产权局 其实对于恶意的认定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一个 趋势 所以呢 在恶意申请注册案件里面呢 我们是需要去提前熟悉了解 各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恶意申请注册的一个 适用条款和审查标准的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适用条款 针对这个不同的适用条款 来去组织我们的证据材料 包括去看我们这个案子 应该着地在哪个点去发力 包括我们要及时开展监测 比如说尤其是在抢注高发的 一些亚洲或者是南美国家 还有一些先公告 或者后时审的国家 因为比如说像印尼 它是先公告后时审 如果你错过了117这个阶段的话 你后面要发起无效或者撤销 你就需要去走到法院程序 相对来说费用就很高了 包括要保留当地的使用证据 然后作为一些直接恶意的情况 甚至我们为了避免 我们倍速恶意申请注册 我们需要保留 以方的善意使用的意图的证据材料 比如创意来源 或者是提供一些查询检测 和报告来说明我们这个商标 在申请注册之前 我们是尽到了一个审慎的义务的 然后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共存协议的问题 因为共存协议呢 涉及到客户的一个 共存协议的一个保命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不会再讲具体的案例了 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 我们再处理共存谈判的时候 一些思路 首先这个是一个 大概整理的一个统计吧 就是各国家对于共存协议 接受的态度 比如说像英门国家 它的接受程度就比较高 那在亚洲国家或者是南美国家 它可能就是参考接受 或者是一个基本不接受的一个状态 那这是DUTSIPE数据库里面 以共存协议为按钮的一个分类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意义程序里面 数量也是比较多的 而且从国家分部来看 也是以美国和欧盟 这种共存谈判会 相对来说 数量会更多一些 那在我们在处理共存案件的时候呢 可能跟国内也有一个 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国内企业呢 它在谈共存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一种戒备心理 因为在国内是很难去谈 很难去跟一个国内主体谈共存的 因为大家都对自己的权利 持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那相对来说在海外国家 大家对共存谈判 都认为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 包括之前我们澳大利亚 一个申请的商标 在澳大利亚 引证了一个在线商标被驳回 那我们可能就按照国内的处理思路 赶紧对这个建在线商标 提一个撤销 那我们提完撤销之后呢 这件商标的权利人 就主动来找我们 他说你怎么不找我们来和谈啊 我愿意给你同意函啊 你怎么就直接把我的商标撤了呢 所以那个案子 对方就说主动可以给我们提供同意函 然后让我们把撤销案件撤诉 然后这个案子最后就达成了一个和解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国外的主体 它对共存谈判 对和谈 它是持一个相对来说 特别开放的一个态度 然后另外一个 可能跟国内 国外不太一样的呢 就是国外申请 基本上是可以去任意做一个商品限定的 包括是肯定性的限定 或者否定性的限定 基本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在国内的话 商标局对商品限定这一块 就是卡的比较严 基本上都是只能申请注册一些 尼斯的规范商品 那具体如何谈这个共存谈判呢 首先呢 我们可能会看双方主营 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双方主营是完全一样的话 这个和谈难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 包括我们同时会对对方的商标情况 做一个市场调查 看他全球商标的一个分布情况 而且看他的商标有没有弱点 比如说有没有注册满三年的 或者是有没有注册满五年的 这都可以为我们后面的和谈 做一个基础的分析 包括对方的市场经营情况 以及委托 有没有委托中等律师 还是委托好的律师 这都可以从侧面来判断 他对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力度 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在具体和谈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从商标的 商标申请注册的要素来看的 首先商标申请注册 第一个要素就是商标 那我们会在和谈的时候 看我们是不是要通过加一个文字 或者是加一个图形 来增加与对方商标的区分 包括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字体颜色 不同的风格设计 来与对方形成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商业印象 这都是有可能去达成一个和解谈判的 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个商品区分限定 什么的 最后呢 没有办法 我们如果和谈实在很难进行下去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撤三无效 来施加一个和谈的压力 那很多企业也会问了 那在和谈中 对方会不会要求我支付一个律师费呢 其实这种情况相对来说 得看你具体的和谈条件是怎么样的 如果对方只有义务 就是说对方只给你一个承诺函 你不需要对方付出其他的权利 或者不需要付出其他的义务的情况下 对方只是单方面给你一个同意函的情况之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合理的承担对方的律师费的 那相对来言啊 如果我们是这个上不了权利人 对方要求我们给他出去一个统一函 那国内的企业其实也不用客气啊 也是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我们国内律师的一个和谈的费用的 那也有企业问了 那我去找对方和谈的话 对方会不会以和谈为机会借此来额我一笔 就是需要我支付他和谈 比如说三万五万支付这样一个费用 那这种情况下呢 在我们海外和谈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可能只有一两个个案吧 他会要求我们支付他和谈的对价 那他支付这个对价的理由呢 也是说他是需要去额外花一笔钱 去在他的广告或者是营销里面 去跟我们的商标做一个区分 他需要付出额外的广告宣传的费用 所以他是需要我们支付这部分费用的 那在这部分费用合理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是可以去协商去和谈可以的 那另外就是转让对价了 一般商标都会有转让的话 肯定是会有对价的 那具体对价多少呢 你可以比如说根据对方的市场经营情况 来综合判断他这个商标的一个价值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 那你跟对方谈的时候 是需要去做一个全球谈判 还是只是在一个部分或者单一国家 那其实这个呢也是根据对双方之间的一个权利 权利状况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内主体 您可能预想到你以后是要在全球布局 还是只是在部分和单一国家布局 那如果你是需要在一个全球 做一个全球和谈的话 可能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对方可能会要求我们做一个全球的商品限定 那一般商品限定一两个国家 可能企业的费用还好承受一些 那如果是涉及全球的商品限定的费用的话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 可能动辄就上十万上十万的费用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的 因为在我们善意申请注册的情况下 我们申请注册其实并没有说 去恶意的去冒犯你的权利 那你作为一个在线权利主体 需要我去额外的去限制我的权利范围的话 那他对相应的也是需要相应的 承担我们这部分合理费用的 那在我们和谈的过程中呢 也是会有一些权利人 他是同意去承担我们商品限定的费用的 那如果对方不同意呢 我们也可以跟对方协商 说这里巨额费用实在是太大了 那我们可以说 因为商标的其实生命力就在于使用嘛 那注册簿上只是一个白纸黑字而已 那我们可以提供使用上的承诺函 说我们虽然商标注册是注册的这些商品 但我们使用上仅承诺使用你限定的那部分商品 那这种情况下呢 也可以如果对方同意的话 也可以去避免去做这个巨额的费用的商品限定 那这就是共存协议这一部分 然后今天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 刚刚说的那四个部分 包括程序啊 包括在线使用 还有包括恶意申请注册和共存协议谈判 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吗 哪个少了一页 欧盟的案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们看刚刚有一位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科美申请注册的 因为美国它申请注册 它一般有三个基础嘛 一个是在先实际使用 打算使用 或者是国内申请注册 那有一位就提到 如果是以原属国注册来提到申请注册的话 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吧 那它的商标没有使用的情况下 能不能禁止在后的实际使用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 但是你是需要去证明 你在美国是有在先使用意图的 因为不管你是基于刚刚提到的那三种基础 哪种基础叫的美国是你注册 你在美国必须是有使用意图的 那你怎么来证明这个使用意图呢 你可以证明刚刚说到 比如说你的商标创业来源 或者是你在美国有进行一些商标使用的筹备活动 或者是说你在美国有进行一些 美国在线商标的检索 这种情况都是可以证明 你是在美国有善意申请注册的意图的 只要你证明这个意图 你可以不用去证明你有在先使用 就是发生那个实际的交易 你都是可以去维持这个年邦注册的 但是那刚刚那种 比如说以第三国来申请注册美国商标的话 五到六年你也是需要提交使用证据的 也就是说你其实他给你的使用的时间 就是拖长了注册日到五到六年那个时间 就是你的使用的那个时间 是可以在五年到六年之内 你是必须要使用的 没有使用的话 你的年邦注册还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IPR Daily 跟柯瑞维安的一个支持 然后下次我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口口交流 包括以后我们可能也会 很经常做一些海外商标 申请注册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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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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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